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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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狗怨齒立與你同在 這支影片呢我想快速的跟大家分享 我看完無限之戰的一點心得 然後跟一些建議吧 第一個建議就是 先補 雷森索爾3 跟星際異攻隊2 因為補完這兩個電影的話 你可以更容易更快地銜接這次的故事 第二個建議就是呢 進去看電影之前請先上廁所 然後可以的話少喝點水 記得帶衛生紙 因為他電影從進去一開始就是高潮 當然中間會有一些比較節奏沒那麼快的橋 但是他整部電影的距離是很快的 而且很緊密連結的 你不會想錯過任何一分一秒的畫面 所以一旦想上廁所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啦 當然你想包尿布進去看我也不會阻止你啊 如果說你是前面都沒看過Marvel電影的觀眾 當然去看這電影會覺得 很多東西你無法理解 但是你光是進去看一些特效跟那個無打場面 其實這部電影就還蠻值回票價的 史塔克的那個鋼鐵人的鋼鐵裝自己太變態了 然後再來就是針對這部電影的一些我個人的分享 首先我們聊聊大BOSS 桑洛斯 桑洛斯這整部電影的話 恩... 他是個有靈魂有思想的反派 他不像以往的電影的反派就只是說我是出來幹壞事 沒有他沒這麼膚淺 但我們知道現在電影一直都希望可以做出一些 都不一樣的反派會讓你覺得你可以去想去理解他想什麼的反派 但桑洛斯我覺得是這陣子做到最成功的反派 對他是個理想主義者 也是個偉大的奴隸狂 桑洛斯第一次面對星星爵那出戲 我覺得各位可以好好地觀察一下 因為那部分的情感表現 我覺得是桑洛斯第一次讓我覺得他是一個有感情的人 所以這整部片官方自己說他是桑洛斯的電影 桑洛斯是主角其實一點都不過分 還有很多觀眾關心了便當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鼓勵各位觀眾去猜誰會拿便當 第一個原因就是像我美曼看很多 我知道美曼吃這種便當吃了又吐了情況是層出不窮 這沒什麼 重點是要看那便當拿了有沒有意義 又不像那個勇士漫畫便當拿了就拿了 吐不出來 Marvel跟DC不是這麼一回事 至於當然是電影第一次發生這種大發便當 大家一定是很shock 可是講真的 我們看之前的文章的分析跟猜測 到我進去看電影院之後所有的結果就是 你根本猜不到 你可以不用猜 你就不要想太多進去看電影就好 再我想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部片的優缺點 這部片的優點第一個就是 他人物很多 然後場面很大 但是他做了很好的分配 他沒有太明顯失衡的情況 而且每個單位 他該有的人物特色都有發揮出來 星爵是個很好的例子 各位可以好好看 當然還是有昨天在幾個人物身上發揮啦 整體故事架構是很完整的 我們可以知道他這十年來絕對沒有白血 沙洛斯那個馬桶做了十年 有觀眾會說 故事是可以猜到的 知道下一部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問題 你猜得到代表說他套用這個很王道的公式 套用王道的公式代表說他不會太爛 除非你想吹毛求疵或是雞蛋你挑骨頭 不然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你能夠在電影當下得到感動或是享受 你不需要特別在意說 欸我知道他下一部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種心態不是很健康 你今天是去享受電影的 為什麼你要去解剖他 把自己放一個 這麼辛苦的位置 有些時候當個容易滿足的觀眾 其實是還蠻幸福的啦 原本我看完迪生索爾第三集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索爾這角色 成長幅度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麼大 甚至沒有原作這麼的精彩 就是諸神黃昏漫畫那麼精彩 可是我今天看完復活者聯盟第三集之後 我覺得索爾已經成長到那個高度了 就是說他的心智已經很成熟 他能夠承擔很大的壓力跟責任 所以看完之後我確實有得到一部分來自 跟那個諸神黃昏漫畫給我那種滿足感 有那種感覺出來 是很棒的 對所有這角色的話我覺得是很成功的 這部電影有個很明顯 就是為了讓電影可能故事好進行 有角色削弱或是增強的部分 增強大家不用猜啦 史塔克一定是在增強 史塔克不增強 那大家都會覺得少一個很大的看點 所以史塔克獲得史詩節buff 那個裝備真的太帥了 可惜史塔克竟沒有個人電影 有個人電影的話就真的不知道怎麼拍啊 削弱的部分其實還蠻合理的喔 浩克跟幻視 浩克的話我覺得是合情合理 因為浩克在雷尊索爾第三集出現之後 他算是一個比較小孩子的角色 思想跟心智都不成熟 所以被史塔洛諾斯狠狠修理一頓之後 就是躲起來了 我...我原本打誰都無敵界 我現在打不贏他我不玩了 嘿 浩克的狀況是可以理解 但幻視我覺得有點削過頭 被插了一下就軟了 欸 衝到到底滑水欸 單身狗的憤怒狠狠的一擊 幻視又軟了 我覺得索爾的力量是有憑有據的 他是透過相當的努力才獲得強大的力量 索爾很有說服力 但他確實是buff 但是索爾沒有那個buff的話 到後面那個大型會戰 你還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然後奇異博士 我覺得奇異博士從頭到尾就是個發揮的 中規中矩也是正常發揮的角色 他這次的魔法展現的效果比較... 比較像魔法師啊 不然第一集奇異博士他拿刀啊 又拿鞭子就各種競戰法師 但這次他確實有變出一些像魔法師的玩意 這部電影呢 到後面的話 跟觀眾大概強調一下 他都分成兩個主要戰場 一個是在瓦甘達 另外一個是在泰坦星 那這兩個戰場他們切換的速度是很快 但是兩個都很好看 我個人在看泰坦戰場的時候是比較緊張的 因為主力戰將都在那邊 上諾斯也在那邊 那邊很精彩 角色之間的技能配合 我也不能說非常有想像力啊 只是看了會很熱血啊 啊火箭碗熊一樣可愛啊 呵呵 而且一樣劍 最重要的就是彩蛋嘛 大家都很關心彩蛋 彩蛋的話只有一個 片尾曲等完就看的到啦 好我為我這次快速分享影片做個簡單的總結 看電影前呢 先跑一次廁所 少喝點水 帶衛生紙 然後建議二刷 補完 星際攻隊2 跟列生索的3 希望就可以很輕鬆簡單的入場看這部電影了 這部電影的話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看 好看到讓我都很擔心 滑啦這網吧 幹什麼壞事 結論就是 快去看電影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鈴鐺的話 你就會在我搞事前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哦 如果覺得這次影片不錯 或是想拉人入坑 請把這次影片分享給他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